那我這裡是直接上了冰霜長跑 因為前面有優勢的一個龍馬打野的話呢 他不太需要全攻之裝 全攻之裝反而會讓你自演 會被對方擊殺 大家好我是R-A 最近玩傳說之癲 好癲啊 今天打了一個是地獄場 然後地獄場是所謂的什麼 就是很容易會出現 兩邊實力非常不平均的場次 就叫做地獄場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團隊對決的一個配置的問題 那我們這一場玩的是龍馬打野 龍馬打野很少見 在戰局中其實也不太好發揮 因為他太前期了 但是呢在地獄場裡面呢 前期的打野他就是有一定的功效 因為我們才可以在前面帶很多很多的優勢 然後這邊對方的輔助是盧蜜亞 然後他們的那個中路是撒迦 蒙路是特爾安娜斯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呢 輔助是華克 阿姆凱薩鞭是莫托斯 然後莫托斯一定被莫拉玩家 然後我上了兩等之後呢 我就直接扣了一個路野 這裡翻上去直接拖 緩速 敵拉克定牆帶走 有沒有 前期配合中火直接這樣打的話呢 就可以打到很大撲 然後對方的打野是靈地 然後我們這邊 眼看著那個大霸撲已經錄不掉了 我們直接制裁偷小野 然後就走那個吧 如果你在前面錄眼的時候 你發現對方有來做一些血防的時候 你有時候就不要太硬要 因為太硬要你要看你去外面 像我們剛剛輸那邊是回城的 所以如果真的硬打起來 我們會少一個射手 這樣打下去的話我們就會輸 所以我這裡是當機立斷 賺了一個小野快我就趕快回來收野 因為我的藍區的小野都沒收 所以我就趕快把回去的小野收一收 前面大概一開始的時候呢 至少還可以把它用掉 因為你並不會馬上的去接物件 所以我這邊冷卻算是二十幾秒 然後那個物件是十幾秒 不過沒差 那因為是移動位 所以我們必須要往另外一邊帶人 然後再回去打架 然後這裡的話我們要先買切子 已經有看到靈地了 所以靈地他位置在這邊 我們直接翻上來 然後他隨便把他來的 靠搖 我失誤了 好醜 我剛剛失誤了 我剛剛失誤了 其實這個是非常不應該的 那在已經探得對方的視野 然後結果我還直接被對方打散 有點尷尬 沒關係 回來收野 然後因為我剛剛有剁掉對方一次的那個 混霸 就是有騷擾一次啦 但是沒有騷擾成功 對這邊的話我們就有機會可以採破去看看 那看一下我們中路 中路就殺了 那 再看一下 空溝空溪 沒差 那再錄個小野吧 既然大的渡不了我們就錄小的 錄完小的之後再回來開榮 或者是再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你開榮的話 你隊友不一定會幫你打 所以會變得是蠻浪費時間的 那我這邊已經蹲進來了 我就在這裡稍微看一下 沒有 再偷一個小野 我蹲進來了 戳 尷尬 我剛剛 我剛剛應該再蹲久一點的 這樣就可以蹲成功了 不過這個特拉拉特也太囂張了吧 哎呀完了 戳不了 他瞬移進去跟他硬換頭了 所以這個沒辦法 看有沒有辦法扣到 勾一個 沒事我翻 兩段 戳 可以 這個迪拉克 這個刷 刷完之後勾 可以 吸 就是他翻完的時候剛好直接戳下去 有機會可以定到他 但這個就是運氣運氣 我覺得那個時機蠻好抓的 那個時機呢 你就是等他 刷 你 我靠腰 你如果有藏完莫拉的話 他 完的時候呢 你可以直接 錯看看 有機會可以定到他 然後剛才對方就失誤了 那個 不小心被我抓到 那對方的一個阻塑 打盧蜜亞的話呢 你就是盡量往左右閃 他很容易會丟錯邊 貓把水打翻了 然後前面的節奏 我們都保持得非常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保持到自己的經濟 也就是收野 然後收野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不要把所有的野外撕掉 你要可以玩這種前夕腳就很舒服 然後我這邊的話 沒有直接合上去 獸魂劍 是因為 我要直接上擋牆 那不是這樣 我要先上 角度是長矛 然後再上獸魂劍 先多一點 角度是長矛 然後再把獸魂劍合上去 剛好疊神可以往上 快速新鮮 這邊可以過來 稍微壓看看 哇 被他爆打一頓 撕 灰 上路也是被爆打一頓 那我就不能吃物件了 我只能夠輕鬆 那那個時候呢 因為隊友已經被爆打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選擇 放不掉 說 砍 爆 啊 沒事 尷尬 好 復活完出來之後 我們剛剛又稍微抽了一輪野 然後下來幫忙 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一樣擁有優勢 七分鐘的時間啦 脫 打一掃小號 然後幫忙新鮮 打野通常到這個時候時候 隊友會很高機率的就是 直接兩個邊線跑到同邊 所以你需要一個有帶線能力的角色 龍馬的話 他在前期的話還不錯 前期的時候帶線能力 但是遇到某一些角色 譬如什麼小青啊 或者是遇到 對方滿肥的一個邊線 主卡啊 還是對方要打野星葵啊 納克啊那些 你這帶線能力就會變得比較累一點 那我這裡是直接上了 因為前面有優勢的一個 龍馬打野的話呢 他不太需要全攻直裝 全攻直裝反而會讓你避免 因為對方可以擊殺 那既然你傷害已經有的情況 你就不太需要全攻擊了 抓 哎呀抓到了 抓到寶 莫諾斯邊線其實很笨 莫諾斯邊線他就是拿來扛而已 在5排裡面莫諾斯邊線會比較強 但是在單排裡面的莫諾斯 蠻爛的 看到特爾這個目標物 直接翻上去兩段戳 先帶走特爾 帶走他們AD 然後再制裁 他開幾手 所以我們追不到 那沒關係我們繞回來 看這個中路或者是莫拉 哎呀可惜 我翻錯邊了 然後暗影凱撒千萬不要掉 身為打野呢 大家一定要記得 拿到優勢的時候呢 暗影凱撒千萬不要掉 你掉了暗影凱撒就是龜 然後一樣我們再來帶那個線 然後準備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開那個暗影凱撒 那但是開凱撒之前 一定要看你自己的隊友 因為我剛說他沒什麼用 他就馬上就殺人 其實不是說這角色爛 而是因為在單排裡面呢 你必須要有一個 極高傷害量的 你才可以凱瑞的自己 隊友目前都沒有靠這個暗影凱撒 所以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就好 不要浪費方有機會可以直接吃掉 那當然我們也不要主動凱撒 我們就稍微先看一下 林地在透支人霸火 我剛剛的位置應該是有被照到了 所以我就稍微拿一點 我先登登看有沒有林地 這裡不用大腿 剛剛斬掉那個林地法陣 然後隊友慢慢的靠過來 這時候我們就開支把 然後對方打野剛好也不在 對方打野在上半部帶線 波羅斯有意識到了 他回去守 制裁 非常不堅準的制裁 哈哈哈哈 奇怪兩天都低按下去 哇 這不是我打死了 沒事啦 輸剛好那個阻尾出去 我算得太長 波羅斯這裡積極的去打架 其實還不錯啦 但是他沒有看他的隊友位置 那波羅斯他們要發秒 他要打架的話不應該是 比他一個人進去打 抽 威脅 哎呀可惜沒拘到 不能深追了 沒有林地的位置 剛那邊深追的話是還有機會 哎呦他在吃聖關魔龍被我撩 翻翻戳 補弓 帶走 所以直接補王子之劍喔 我們用補魔法 因為那個盧蜜亞的招還蠻好散 然後那個颯枷基本上不會指動飛位 然後我這裡的話就直接上了天叢 我就沒有上當槍了 因為我主要是要有那個CD跟那個穿透 其實這一把好像也不太需要穿透 我覺得我好像有點複雜 我應該是可以直接上破陣的 因為我發現對方都蠻薄 裡面有一隻是比較坦的 所以我出那件裝備好像有點多 自查 哎 然後這很明顯的 對方的盧蜜亞有點走深了 但是我不太想理他 因為我要趕快把中間洗掉 他們這裡中路會少人 然後我們後手過來打架 這個就是單排的一個選擇啦 通常 會積極的想要過去幫隊友卡 但是因為我們是主要輸出 那既然我們是主要輸出的話呢 我們就是主要幹對方 哎 他怎麼勾回去了 喔喔喔喔喔 還好還好 差點耶 他如果再丟一個技能的話呢 夸克應該會死喔 然後你看到我們現在拿到優勢 我們也不膨脹 因為我們113的戰績 我們只要一死呢 我們的錢 就會全部噴給對方 所以我們這邊要做的事情就是壓塔 緩速 緩到了 帶走 看他有沒有刷 刷 啊不行 我1技能還在CD 如果他在我面前刷的話 我會用1技能翻2技能 然後 看有沒有機會留到塔 因為他剛剛那1技能應該是在CD的 錯錯錯錯錯 有沒有 傷害非常高 然後一樣 積極的趕快把塔退掉 漂亮 他很色耶 啊 那個兩個卡牆是怎樣 直接衝在牆上 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買球 錄製的時間呢 目前是12月左右 1點 前幾天直播有跟大家分享那個 鷹霸 買那個霸 爽賺 那接下來試牆就比較能預測了 我一個鞋 這邊拉過來 我光掉 沒抓到莫拉 我以為莫拉會一技頂上來 結果沒有 拿到頭了之後 我們目前要把仙給推過去 對方林立其實也蠻聰明的 他知道他們打怎麼打不贏的 所以他一直奔帶 他目的就是想要多帶一點錢 我這裡的目的就是要穩固這個凱撒 我不想要掉這個凱撒 那我想他應該是想要換那個聖光魔龍 因為畢竟他逆風芳嘛 我好像來不及吃了 哎呀 客氣啊 這段是我失誤 照理來說這個暗影凱撒我們應該也不能放 剛剛打架有點打過頭 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先過來吃的話 感覺應該是 還吃得掉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很肥了 然後這邊的話就上捏盤 捏盤等一下可以換鐮刀 這邊預購一下 把裝備都清掉 也可以換鹽盾 鹽盾其實現在也蠻不錯的 因為 鐮刀通常你買完之後呢 你下一波 你要打 會來不及換 手速會比較沒那麼快 那如果說 你要把鐮刀賣掉再換捏盤的話 會有點浪費 所以現在很多人 第一件裝備都會換鹽盾 因為捏盤完之後換鹽盾 那你的下一波捏盤好的時候呢 你可以鹽盾賣掉接捏盤 捏盤起來之後呢 再用鐮刀 為什麼 因為鹽盾可以讓你撐比較久 所以通常都是會 上一個鹽盾 因為目前鹽盾換捏盤那個 算是蠻好按的 鐮刀換捏盤 我覺得最難按 你們覺得哪一個最難換 凝霜嗎 凝霜的話是要對方 狀態都還不錯 還可以留那個CCG再等你起來 這樣子的話你可能會來不及開那個凝霜 然後你就死掉了 那如果你錢真的很多 想要一波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像我這樣子 因為我捏盤都還沒死過嘛 我就直接捏盤鐮刀加 捏盤凝霜加鐮刀 啊我錯空了 靠腰走掉 對我走掉了 差點出尾 剛剛一個錯空了 他給我往下滑 那像我這樣就很尷尬了 我這一波只換了對方的一顆頭 然後 我現在卡裝備了 你看 這樣就很尷尬 那我這裡的話 當初也不知道怎麼想 雖然沒有買鹽盾 其實我應該買鹽盾 我最後是買 防守那樣 喔我還是買鹽盾的 對對對 合理合理 哇 回家了 沒有 沒回家 斷他 抽上去 哎呀 抽不到啊 都完美的 有沒有 有時候開零霜就是這樣子 就你在他面前開然後結果人家等體零霜完的時候直接送你一個姿勢 然後你就很尷尬了 我們這邊有機會可以開魔神凱查 我們可以開看看 那靈蒂來的話就打靈蒂 啊靈蒂 不是啊靈蒂怎麼 直接暴斃耶 提拉克應該守得住吧 他還想丟耶 剛被彈起來差點死去 其實這個 蠻可怕的耶 我剛這樣子其實我看下來 我好像應該先拉出範圍外 然後先等 盧蜜亞把招丟一丟 我再回去 我剛是有機會會被搶掉的 如果他接得夠順的話 如果旁邊沒有輸 先打他的話 或是輸撿尾囊的話 剛剛有機會是會被他搶掉 但這局看下來你會發現 以前騎的 支援性高 然後傷害又高的一個角色 你會發現其實 非常好把節奏給音樂好 但是龍馬他不會是一個 首選 因為他是 中立物件的野怪 就是暗影凱查 他時間比較慢 他沒有像蘭鐸那種 這麼強 蘭鐸如果會玩的 蘭鐸我現在是首推 因為蘭鐸真的太強 再節奏起來 你就可以開瑞 希望龍馬的愛有幫助到你們 那我們就下面這邊見 記得訂閱 掰掰 按照片 君志愿者 李宗盛